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带来一个大疆的Osmo Pocket 一个便携的稳定相机的开箱和评测 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看这个包装啊,花了350美元 然后这个包装非常小,跟一个手机差不多大 但是比手机厚点,两个手机的厚度,但是一个手机的大小 我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开啊 确定,得用刀开 它这个设计呢,就没有一些国际品牌 虽然大疆也是一个国际品牌,但是它总感觉 呃,档次呢稍微差了半档,比如说那个苹果啊 之类的,当然苹果也是数一数二的,并没有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公司可以跟它比啊 那它的这个APP可以通过iOS和Google store来下载 它没有一个非常这个 完善的这么一个打开的系统 我们只能用这个刀来给它拉开了 哇,还有中文的这个官方微信 还有这个它让你卖单独买这种保修的这种服务 就是一个相当于Apple Care吧 官方保修,然后一次意外保证 就是可以相当于一次保险 可以一次换机 然后打开盒子之后呢 来看一下它是这么一个体套 是一根充电线,数据线 然后还有这个绳子,就是挂手上的干燥机 还有两本说明书 然后把这个拿开看来它是 上面贴了一个保护膜啊 然后我记得卡是插在侧面 卡是插在侧面这个这个动力 然后旁边这个呢 是应该是插那个 插手机的那个 iOS和安卓 看着它是不Type-C啊 期待一下 好,还真是啊 就是说一个lightning 还有一个Type-C 就是你这个手机呢 这个 先把这个打开 这个小接口插进去 然后这边呢,你就可以连你的手机了 进行高级模式 现在把这个放回去 我现在把这个放回去 然后看它的制工做工呢,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 就跟我的这把瑞士军刀呢,差不多大小 稍微宽一点 稍微宽一点 就是大概多个这么 六分之六分之一左右 宽度 然后高度呢,可能高了这么一个摄像头的部分 其实完全可以插在口袋里 它不会叫这个OSMO Pocket 然后我现在呢,就是 推荐用这种 U3级别的SD卡 尤其我是喜欢录那些 4K视频呢 所以容量稍微大点 128G起 然后现在的卡呢 128,256,400G 400G的话呢 性价比太低了 256也可以考虑 所以我建议大家是 就是你拍1080P可以64G起 但是 这只卡呢 价格也挺便宜的 所以我就买个128G的 是三星的这种 U3级别的 读是100兆 写是90兆 然后那个3Disk有 有好像也有几种 建议大家买高级那种 呃卡 我看一下 哦好 是从这边的 然后 看他写的是什么 就告诉你一些键的那些位置 然后首次使用时候呢 需要用这个 首次使用的时候需要用那个手机的APP来激活 好 那我们现在来进行激活一下 然后呢 我来可以给大家实拍几段视频试一下 好 那么再进行一下开机啊 开机 嗯 他那个摄像头能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他会让你选择哦 中文英文啊 我这里就选择中文吧 然后他显示设备尚未激活 然后他可以调一下这个 我连接他上连接这个新激活一下 那我们进来就来激活一下这个 osme pocket 好 我们现在来啊 开机一下 他这个保护套设计呢 还是 我还可以吧 然后现在来 开机一下 然后他的摄像头呢 自动调整水平了 你可以通过手呢 他给他 拨一下 这样子咱们的这个 就可以冲下了是吧 然后呢 就往右拨呢 是可以选择 录像摄影拍照 往下拨呢 是 呃 设置 可以调节亮度 然后往上拨呢 然后往上拨呢 就是 云台锁定 然后跟随 嗯 咱们就选跟随柔和吧 然后这这个 右上这个牛啊 就是 应该是自拍模式 然后这个呢 可以看 就是录过的视频之类的 可以删除 然后上面呢 还可以调节一下 咱们的对焦 然后往左拨两下呢 是调节这个 详细的设置 还有4K60帧 1080P 好 那我们接下来对比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同时来 测一下这个 手机和 手机和 osmo pocket 在夜间的这个 成像和稳定性 包括这个声音 这个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左边呢 是 iPhone 10 4K30帧 右边是 osmo pocket 4K60帧 都是手手拿的情况下 照一下地 照一下天 这就是 夜晚的一些表现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